好 那麼這個其實我看民進黨 很多人真的反應很激烈 這是梁文傑 梁文傑說黨內基層黨員有聲音 覺得如果這一席是攻擊自己人 那輸了也沒有差 梁文傑說民進黨基層黨員確實有討厭高嘉瑜的情緒 但未來高嘉瑜的對手 還可能有前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高嘉瑜有可能會輸 沒關係 輸 輸這些沒差 他們都在攻擊自己人 這是梁文傑的感覺 那這個是李建昌 李建昌議員 他說高委員要注意 他親痛愁愧的這個言行舉止 不要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黨員的痛苦上 那這是王定宇委員 他說有人用羞辱自己陣營來美化自己 創造商量 除了專業上的無知 或是故意的惡意外 更有讓人無法圍伍的自私可恥感 我想請教一下郭委員 你對他的觀察是甚麼 其實高嘉瑜委員他的言論 有些東西其實可受公平 不過他最近的所謂的這個行政失靈的說法 基本上已經不是黨內所謂的容許的這個多元的聲音或部分的一個反對不同的意見而已 而是讓支持者感覺到你是反叛 不是反對 反叛 反叛就是立場上的問題 特別是整個民進黨敗選之後的整個士氣低迷的情況底下 你就覺得好像是落井下石 又是自己的人這樣落井下石 所以反彈的聲量確實是非常之大 不是黨中央 包括國會辦公室服務處 其實都很多人在講 我覺得高嘉瑜也因為這樣子受到這種壓力 他有出來道歉 他是說他的言論不夠精準等等這些言論 那否則 但是如果說以黨紀處理的話 民進黨其實黨團其實有用過黨紀 不是沒有 以前的林淑芬 江永昌等等 因為但是他有具體的行為 就是在投票他按不同樣黨團的指示的票 所以說他停權了三年 這停權三年在整個黨團的運作上 對他來說是很痛苦 他不能選擇委員會 他最想去的委員會他不能去 就差別非常的大 那拉回來講 他的行為目前為止 在黨團上也沒有正式的討論 必須這麼說 但是我必須回來這麼講 梁文傑也講了 如果依照目前民進黨六十八席的話 輸一席不差 但是二零二四的民進黨的情況底下會怎麼樣 誰可以預料 總統會不會贏 立委會不會過半 這幾天我在這個整個協商的過程當中 我就發現民進黨過半非常的重要 他即便不過半 他要糟蹋立執政黨也非常好糟蹋 前天我們我們真的協商 協商到晚上十一點多 已經協商完了四千多個案 協商到剩下一百二十個案子 不好意思 真明中 他們三長就不簽 他就不簽 那如果將來你是 你如果嘲笑野大的情況底下 那要怎麼去面對整個國會的運作 好 將來再拉回來講 如果說最關鍵的情況 剛剛吳欣耐 吳醫師講說 民進黨好像是尋求不擇手段 然後放棄立場 這個極大化 我覺得這一點我老實講 我非常的保留也不同意 民進黨基本上哪個政黨不想尋求歧視極大化 那每一個立委在單一選區的時候 誰不想要尋求他的選票極大化 每一個這基本的原理 如果吳欣耐 吳醫師在這一個以前的舊的選區中選區的話 我覺得吳欣耐 吳醫師很可能會打敗高家瑜 甚至是他當選高家瑜沒有當選 就多席式的情況底下 可是單一席式的部分 就是政黨對決 民進黨支持者有可能在內服這個選區說 你不要及其民進黨 你不要及其高家瑜 遭到北松山的其中 你要及其民進黨拿名 民進黨這段 國會要過半 那不是民進黨支持的很錯亂嗎 對不對 從政黨的政治當中 第一個你會陷入這個矛盾 第二個你從整個未來的選舉當中 總統跟立委又是連動性 第三個你難道期待民進黨 即便總統當選的時候 你的民進黨在國會裡頭不過半嗎 所以說唯一處理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黨內初選 你要懲罰一個黨籍的立委的方式 就是黨內初選 那可是吳憲代吳委員 吳醫師現在要加入民進黨來說 也不會付 他現在來加入民進黨也不能選 因為民進黨要初選的話 也是明年三四月的部分也不會付期 所以現在問題是說 民進黨黨內裡頭有沒有一個 有自私是說 我看你到這裡看不過 我來調解 唯一這種方式才能瓦解他最大的正當性 否則的話 一旦他獲得民進黨除名 提名通過的話 他到總統大選 你要翻他 老實講 相當沒有具有正當性 剛剛這個郭委員 他用反叛 這個是很重的詞 知識者的感受 知識者的感受 吳憲兄 你覺得高嘉瑜是反叛民進黨嗎 我覺得高嘉瑜當然在很多言論上 跟民進黨的政策有點不一致 其實老師長 剛才高嘉瑜不是現在還做這個事情 還記不記得當時在台北市議會的時候 他處處都跟柯文哲站在一起 包含當時姚文哲在上一次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那個白眼 所以高嘉瑜在民進黨 知識者眼中的這個形象是一連串 一步一步累積起來的 但我必須要講 高嘉瑜他對於民進黨的價值 真的在於在內湖南港區域 過去的確是國民黨的優勢區 而且面對是李燕秀在很強的一個立委 所以他能打敗李燕秀 真的對民進黨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戰功跟功勞 好的 回到這個時候 我雖然是國民黨 但請相信我的真心 我必須想 民進黨現在如果單純的用黨計或任何方式開除高嘉瑜的話 對民進黨絕對不會是好事情 他今天走這個路線 願意跟會跟民進黨黨中央去有不同調 甚至比較親近中間甚至有一點點偏懶 這是他的政治光譜的選擇 攻擊民進黨就中間嗎 呃 沒有 或者是像另外一個勢力靠攏的話 或者是不同的 不同的方向的靠攏的話 這是他的這個政治操作的選擇 而這樣選擇他面對的是民意的洗禮 所以換句話說 接下來民進黨的長主席應該就賴清德 他也說要全面辦初選嘛 那我覺得比較好的方式是在初選的階段 讓民進黨黨員甚至是民調的方式來決定高嘉瑜的去留 如果在這個時候透過黨紀去攻擊他的話 去開札他的話 其實有些分子可能不接受 老實講有些選民 他獲選沒那麼的率 他是接受高嘉瑜的說法 他也願意投高嘉瑜的話 接下來當然對於高嘉瑜在內湖南港的持續 連任這些立委是很重要 最後要講一講 內湖南港接下來不只可能是黃山 也有可能是國民黨有其他候選人出來 如果今天不是高嘉瑜的話 其他人出來選 跟國民黨或南軍選的話 會不會繼續連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法 都是我們真實的力量 這有趣了 綠營名嘴張雨勺 中聯晃 林玉慧 溫朗東 號召大家支持 吳欣代 把高嘉瑜拉下來 如今另一名嘴 王瑞德也加入代代戰隊行列 呼籲民進黨要發起 兼魚革命 魚大概就是高嘉瑜的魚 料理高嘉瑜 詩綺你怎麼看 我剛剛就跟吳欣代說 還沒正式宣布參選 但是他的後援會已經組成了 而且這後援會的聲量還不錯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對於新的主席賴清德來說 他有幾件事情 第一 因為黨紀無法處理高嘉瑜 但是他知道黨內對於高 這些黨內的這些黨員 對於高嘉瑜的情緒 所以我認為他應該在上任黨主席的第一天 跟黨員有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就是呼籲所有的黨內同志不以踐踏自己本黨同志為原則 何謂踐踏 就高嘉瑜 高嘉瑜的言論其實都是踩在自己同志的肩膀上面來成就自己的聲量 他沒有依照正確的資訊來做評論 他是用踐踏行政院 踐踏整個民進黨來成就他個人 那我覺得他一直在走鋼索 當然單一選區 他就的確是要這個過半50加1加1票 那所以其實你要經營這個方向 我覺得可以理解 但是你經營這個方向 不表示你可以踐踏這50啦 那可是因為你的方式 現在已經越走 走到變成踐踏這50 所以過去我覺得大家也是對他 這個選區也是對他睜之眼閉之眼 知道說很辛苦啦 所以他對姚文治那樣子 大家很怒 他跟這個柯文哲眉來眼去 大家很怒 可是還沒有到說開除啦開除啦 那現在他是因為已經踩到了一個 他鋼索已經快要跨過去了 他是踐踏自己人 不留情面的踐踏 這件事情也使得賴清德在每一個場次上面都會有人提到 開除高嘉瑜 開除王世傑 而且你知道昨天他在基隆 基隆的那個市議員張之豪 張之豪破了一個臉書 他說只要有人提到高嘉瑜 現場就是歡聲雷動 他用歡聲雷動 四個字來形容當時的那個氣氛 就可以知道說 這件事情 新主席你必須要處理 所以我剛剛講的第一件很厲害 你上任的時候必須對黨員同志說話 約束黨員同志的行為 第二 再一次重申 堅定用初選來作為提名的標準 初選 絕對要初選 然後我相信因為要初選 一定很多人會跑去那一區啦 那用初選 然後有些人要跑去那一區 我覺得高嘉瑜一定就知道說 他的這個走鋼索 其實走得微微戰戰 他現在已經快掉下去了 那我再請教一下 現在吳醫師 高嘉瑜跟王世傑在 因為他們這一次的選舉 都高票當選 那麼他們也都說 這個1450網路霸凌 那你怎麼看他們這個講法 就不贊同啊 因為像剛剛國文委員有講到說 你不同意民進黨選票最大化的考量嘛 其實我覺得分兩塊來講 一部分是民進黨自己的內部 有沒有用選票最大化的這個政策 來去做策略的規劃 可是另外一個是 本土派的支持者 有沒有需要 趨就於這樣子的規劃 含淚投票 我覺得這是兩件事分開來談 你看高嘉瑜 雖然在這個艱困選區 他戰勝了 可是他的這一席立委 這一年以來 已經造成了多少的傷害 你會希望他戰勝 還是希望他乾脆不要戰勝 有這樣子的美光燈 可以去傷害本土政權 他每次發言都是在最關鍵的時間點 講出最關鍵的話 然後講完之後就炫起了一波風潮 而且都是互相搭配的 那他跟王世堅在說 這個策異拜票論的時候 其實 因為我自己也是經營粉專的人 我周圍有非常多這種 也可以說是策異粉專 但是我認識的人 幾乎都不是跟民進黨直接聯繫的 都是像我一樣 一開始是有很關心政治的普通民眾 然後最後發現 我文筆比較好 我就收集一些資料 是這樣很努力的 為了本土派的政治光譜來去做努力的 所以那一波話其實非常非常傷人 當然就是會壓垮我們的士氣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些言論 你不能說他沒有傷害 他的傷害是非常大的 其實真的政治人物在跑選舉時候的考量 就會覺得說 我偶爾沿上個幾次 如果是踩在鋼索上 說不定還會幫我賺到一些民進黨的票 這個是有可能的策略取向 可是當你是為了迎合這樣子的取向 迎合知名度 迎合大家對你好像罵民進黨 很出我們氣的這個言論來去做支持的話 那你是不是背離你一開始加入這個政黨的初衷 來 范老師 我覺得高嘉瑜跟王世堅 還是兩個還是不能雷同 因為高嘉瑜我們知道 他從2010年當上市議員 當了10年 後來柯文哲2010年當上市長 高嘉瑜基本上是跟柯文哲合作的 哪怕柯文哲一上任之後 他講了兩岸一家親 被民進黨高度的質疑 高嘉瑜始終還是覺得跟柯文哲是合作關係 王志堅是不一樣的 王志堅是始終都是批評這個柯文哲的 而且罵得非常非常狠 所以這兩個人我覺得還是有程度的不同啊 那我覺得今天為什麼民進黨的支持者到後來已經受不了了 就高嘉瑜他不管是跟對柯文哲參選這個市長他的態度 甚至最誠實中選市長 但還記得嗎 那時候他們有一個有一個活動 高嘉瑜先落跑跑掉 他說他有別的事情 我覺得民進黨支持者是可以容忍 你在那個選區很艱困 你有時候需要講一些可能要比較符合這個比較淺欄的支持者 你有這個困難 大家可以體諒 可是當這個量變到質疑變的時候 我覺得民進黨的支持者就覺得你這已經不是只是說為了選舉操作 甚至懷疑你的忠誠度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當中 那我覺得高嘉瑜他現在知不知道他出問題 他現在知道了 可是問題是民進黨的支持者已經不能再原諒他了 今天我覺得高嘉瑜他剛剛實際說他在走鋼鎖鎖 他竟然已經從鋼鎖上可能快跌下來 接下來我們再看 這個張善政說他紅酒抿了兩口 可是台灣酒駕房治協會秘書長高淑貞 今天出來要求 要求他道歉 而且要自情處分 因為他說他狡辯跟傲慢 所以這個協會對他嚴厲譴責 說他是全國第一位酒駕市長 而且認為他應該去道路安全上課兩天 他說其實你不是沒喝酒 你是沒有碰到臨檢而已 那大家怎麼來看待這個事情 其實一個前行政院長一個現在六都的這個市長 有喝酒又去開車 其實這是對社會造成非常大的負面的示範 來我們來看 你不需要 餐會內舉起紅酒杯 號稱五個小時後 才自行開車到平鎮視察水晴 事件延燒第三天 桃園市長張善政還是沒有道歉 我絕對沒有酒駕 我相信我那個時候抿一下 跟法定的酒駕的值 絕對覺得差很遠 就是酒杯沾到嘴唇 酒在嘴巴裡面 那麼兩滴 有沒有下渡都是問題 不管媒體怎麼問 張善政始終堅持自己的到底 被質疑難不成對自己的標準太寬鬆 回顧2019年 張善政針對酒駕事件寫下 如果能事先預防不好嗎 字字句句都在譴責喝酒開車 如今這回力標似乎打到自己 我自己對我身體的狀況非常了解 是抿兩口 什麼叫做抿 這個意思大家聽得懂嗎 抿就是酒幾乎沒有下渡 絕對沒有影響到任何身體 開車的神智 身為市長弄見觀瞻 我下次會特別小心 不要造成給人處理一下 一天兩位公開行程備問 張善政強調 沾嘴巴 明嘴唇 就是不認有問題 但不只醫師公開說 喝酒代謝至少十個小時起跳 台灣酒駕防治協會也批評 桃園市酒駕事故 造成死傷人數高居 全國縣市前三名 張善政卻喝酒開車 高調的承認他與飲酒後駕車 他並沒有表達歉意 我想桃園市民並沒有辦法結束 今天張市長只是在狡辯 我們一起倡議 酒後不開車 難道是因為他喝到了 會肇事才叫做酒駕嗎 明娘口自行開車 張善政沒有致歉解釋一大堆 觀感問題 市民心中自有答案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仁俊 明娘口他沒有喝下渡 這個我老實講我知道 他有喝下去沒喝下去我知道 大家唯一的證據是什麼 他真的有個照片 手上拿著紅酒杯 所以你到底喝了多少或是怎樣 除非在場的人有去盯著他 所以我就講 張善政那個說法 我覺得他最糟的一點是 他忘記他現在身份叫做市長 你如果到監獄裡面去問 你問那些壽刑的 你問他說你有犯罪嗎 沒有 我好像保證 英公姓有五個 跟你說我是無辜的 我是供王王的 所以問題不在你怎麼想或我怎麼想 這整件事情 如果按照張善政的說法 以後桃園不用酒測了 你酒測幹嘛 你如果說沒有就只喝一個而已 我知道他的氣味留在嘴巴裡面 現在我噴開嘛 噴到就這樣 不然怎麼辦 我也沒喝下去了 這個我覺得很難做 所以說當你作為一個市長的時候 你不是一個普通人 你看到張善政今天花了很大的一個精神 在剛剛那邊去解釋說 什麼抿一口 有沒有喝到肚子裡都是問題 我當然知道是個問題 重點不在於是 你到底有沒有喝進去 而且你確實做了一件事情 會讓大家懷疑你在酒駕 道歉有這麼難嗎 好 你看 你看這個我們剛剛提到說 什麼什麼協會 這個什麼酒駕協會 他們就出來批評 結果你知道嗎 臺灣酒駕防治協會 是 結果馬上一大堆人去洗版他 當然有人支持他 有人罵他 甚至有人用張善政那個說法 說你們雙標 還有人講說你去看一下 他說你喝了什麼五個小時了 怎麼還可能有這個酒 我說真的 你也知道他到底有喝嗎 那不是你覺得或我覺得問題 而且臺灣酒駕防治協會說 那個酒精的代謝要十到十二小時 是 所以你們去洗版他幹嘛 而且看起來我們這邊結出來 大概看起來都是批評 那個酒駕協會的度 有這樣喔 對 意思就是說 你貨幣去購買 你們現在都確定 你們每天都跟張善政 到底嗎 你都知道他沒喝嗎 我不知道 那如果今天你今天桃園 要直視酒駕的時候 每一個都跟你講說 我只認識一下而已 那你要叫警察如何做執法 所以我覺得張善政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他最糟的一個狀況 他不願意去面對問題 你花那麼多時間在那裡辯解 我不要用狡辯這兩個 但你是在辯解 你一直用你自己的想法 告訴大家我沒犯罪 我沒有怎麼樣 所以如果你們覺得我下次注意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好的面對 跟處理的方式 這個是這個蘇翠玲 桃園的議員 昨天他有說 說這個張善政幾乎是低酒不沾 低酒不沾 那我想請教一下時期 如果低酒不沾的話 你覺得這個杯子 這樣子的角度算低酒不沾嗎 抿一下 如果你只抿一下 這個酒會倒出來 按照張善政的講法 抿一下而已 不好意思 我再講一下 請大家看 他本來的酒杯的量是這樣 有看到嗎 有 然後這個是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 這樣子如果你只是敏 你滴酒不沾 這樣子會倒出來啊 感覺應該是一飲而敬 感覺要這個乾杯 我覺得就是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太好笑了 就是說為什麼桃園人會三天 沒有水可以用 是因為你們的市長根本不知道如何處理危機 如何應變 他在這個喝紅酒的這一個事情上面 完全不知道要危機處理 毫無應變能力 跟他處理水一樣啊 你還持續在糾纏在我喝多少 到底是在嘴巴咪還是有到肚子裡 你兩天來一直糾纏在喝多少這件事情上面 你幹嘛不趕快道歉 你道歉了之後 你就可以遠離這個戰場啊 你要清理戰場啊 你才可以到你有利的這個地方去啊 你一直把自己陷入在一個對自己很不利的戰場 我都不知道你怎麼那麼聰明啊 天啊你還高科技人才 你曾經當過院長 張宰正的危機處理 真是不只零分 他根本應該要倒扣分數 好那現在呢 問題就在於說 你喝紅酒的照片 不管你喝多少 你自己說是用命的 可是沒有人能夠證實說 你真的沒喝 所以大家接收到的訊息就是 你真的拿了紅酒杯 嘴巴也碰到了紅酒 然後你自己去開車 這也是為什麼 酒駕房治協會會說 你毫無悔意 態度傲慢 你就道歉就好了 有這麼困難嗎 酒是你在喝的 這個跑突然也是你在跑的 車也是你在開的 愉快都是你自己在愉快 然後你還回過頭來罵人說 都徹意在攻擊我 天理是這個樣子嗎 這有道理嗎 所以我覺得張善政 如果你再不道歉 你就會持續的陷入這個 對你不利的戰場 你永遠脫不了身 這個是張善政 他以前在2019年2月5號講的話 他說過年期間 看到酒駕造勢的新聞 心裡真是難過 因為即使再怎麼嚴懲 就是治不了一些心存侥幸 嗜酒如命的人 那我想請教一下方老師 他有沒有心存侥幸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自負的傲慢 因為張善政他當然 其實你看他並不是一個非常 謙和或隨和的人 你看他這次選這個桃園市長 他跟人民是有距離的 為什麼他高高在上 為什麼高高在上 他自認為他是台大土木系 美國的土木博士當過科技部長 當過什麼Google的總裁 又當過行政院副院長 他就是一個學術界的金字塔裡面的精英 你就說你要傲慢 你就要高票當選 我覺得他今天是在 就是不斷在強辯 你說他講的一個很奇怪 他說我是有抿一下 有進到嘴巴 但不一定會到胃裡面 那往哪走了 從鼻孔流出來嗎 那叫流鼻血好不好 所以我不曉得他是怎麼 他沒喝下去 他意思是說我直接這樣而已 不是 問題是我們知道一般 我要這樣子抿一下 那個酒杯不是往上揚 應該是往平的 舌頭嘴巴碰到 然後就表示我有喝了 你這樣子嘴巴緊閉著 嘴巴閉著 那酒不是從旁邊流出來嗎 所以那個不合邏輯 我覺得他太對桃園市民太輕蔑了 他就是看不起你們 我就講個理由 你們就要相信 我是科技新貴 你們就是凡夫俗子 我就是這樣告訴你 你們就要相信 我覺得他這個態度 董事長我覺得不能夠接受 好 那這個今天 同樣的事情 有人去問侯友宜市長 這個說因為張善政 他說他我只抿了兩小口的紅酒 而且我過了五小時 這怎麼會是酒駕呢 那就問侯友宜 侯友宜今天出席活動 被問到這件事情 他說每個所長的行程 大部分都非常滿 他自己也是 他沒有直送自己的看法 你也把張善政跟他捍衛一下 我想請教一下委員 你要不要幫張善政背書 我覺得老實講這件事情對他來說很麻煩 首先酒駕是不可缺 絕對不能酒駕 那張善政為什麼他一直講他這個到底是不是銘 我必須客觀說他到底是銘還是喝進去 老實說在場沒有人知道 真的沒有人知道 那他後來給出另外一個我覺得對他稍微比較能接受 或能解釋的方式是說他當時是七點的餐會結束了 那他銘一下 那過了十二點過五個小時他開始出去 那這樣子屬不屬於常態的酒駕的樣態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 我覺得這我不給他定義啦 但是一般我們講酒駕其實是很明顯的 就是我在餐廳喝了酒 馬上我要開車回家 這是百分之百的酒駕沒有錯 所以我也認為張善政團隊現在在抓的這一點 就是認為說有過時間的代謝 當然酒駕協會有說十小時 但我覺得每個人體質不一樣之類的 那他對他自己的身體的狀況他是最了解的 那我必須再說一點的事情就是 我們身為一個政治人物 我們對於自己有沒有喝酒 酒後開車是 這至少就我而言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老實講我是有碰到意地酒是覺得不開心 但我不太不太喜歡喝酒 不太喝酒 那我也必須客觀老實的說 這個議題 一定很多人 你就酒駕喝完酒沒有理由 你就是開車就是酒駕 不管你過了幾個小時 以後一派會認為說 你過了代謝時間五個小時 包含他真的只會一點點 那好像常理上可能覺得說 可以接受這個事情 我覺得會出現這個東西 那你說這樣子議題 會不會對張善政 成為他執政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傷 我倒覺得目前看起來應該還好 以後大家會叫他酒駕市長 但我也必須說 所以回過來了 剛剛仁俊哥跟實習也都講說 他道歉就好 為什麼不道歉 因為道歉就是承認自己酒駕 就是這樣子 好 來 宇川兄 這幾天討餐就對了 大家就說 喝就喝 他說不行 這會酒駕 他說沒有啦 人家市長就說可以 說這樣是一個沒關係 我們去參加一般的餐位 尤其政治人物 你沒有就都不要喝 不然你就表現你很厲害 也有政治人物表現很厲害 張善政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他這個餐位是七點開始 然後他參加這個餐位之後 你看這個餐位還有什麼 還有拍照 還有跟站起來跟人家敬酒 然後還有拍照 他離開的時候已經八點多了 他十二點已經出現在平鎮 從平鎮 從桃園到平鎮 開車也要半小時 你頭上的路也不熟 你用導航的 你用導航先開半小時 所以十一點半離開關閉了 你八點半 十一點半 你總共有三點半而已 連這個你還要坐 好 你現在說什麼 用一個敏一下 來定義什麼叫敏一下 那你要不要講說 可不可以敏涼口口就好 你現在是要說這個 大家就說 不然你敏涼口口就好嘛 還是你紅酒都是 都是在開來漱口的 你的紅酒都沒有下渡 都沒有下渡 然後都是 我覺得你現在做 他自己說一句話 他說我知道 因為我現在是市長 洞見觀瞻 我以後會小心 你不是市長也不可以 跟你當市長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張上正 你這件事情 好 你如果說到站位置都閉起來 你今天出來說一句話 這會又繼續燒 然後桃園人就開始研究 什麼叫做敏 不然張上正你也示範一下 以後你去應修就對了 你把敏子拿起來 大家都會很關心 你的叫什麼敏 你現在所有的照片 你所有的照片 你所有的照片都是紅酒的 他在上面 那裡的敏子都存一瓶 所以他也是有在喝酒 不要再幫他辯護 你相信他滴酒不沾嗎 多少人跟他喝過酒 他在選舉的時候 有多少議員跟他喝過酒 人都有欺騙 你一定要逼大家都把照片拿出來 有喝就有喝 喝你就不要開車 因為我跟你講這種場合 沒有人會想到這一個市長 喝完酒之後 過幾點鐘會開車 不可能 因為市長自己開車已經很失憾了 你又是喝酒後開車 拜託的 讓我們討論這些孩子 現在連小朋友都知道我爸爸回來就對了 爸爸硬是回來有喝酒 小朋友都說爸爸喝酒 媽媽爸爸喝酒 沒有沒有 我只有敏兩口口而已 我沒有喝 議長 議長先生 有人有去問侯友宜 侯友宜想要酸總統 應該要挺張善政 對嗎 我相信他的說法 他只明兩口 他沒喝下肚 這樣就好了嗎 侯友宜是緊殘的 侯友宜 他們前面要抓酒架的 侯友宜搞不清楚嗎 現在張善政所有說的話 都是酒架去抓到的人說的話 沒有我只有喝一杯啤酒 我是昨天晚上喝的 說的都一樣 張善政你現在在這些說詞 你以後桃園市警察局 怎麼樣去做酒架的執法 你也幫他教一下 說張善政滴酒不沾 這是張善政在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四號的臉書 他說是的 我明天要去找林嘉欣喝啤酒聊農業的事 林嘉欣大概是從事農業的這個朋友 他就要去找林秘魯 他怎麼滴酒不沾 請教一下各位 那個其實我剛剛聽大家這麼講 我想最近桃園 那個如果警方在執法 臨檢的時候 聽到最多的話 可能是說我只有抿一下 你也要這個變理由 按照市長的這個版本 但是我是覺得 以市長這種方式 張善政身為市長 他還喝了酒 有酒架 其實凸顯了 他其實是一個特權心態 我說我是市長 我喝一點點就夠快 我覺得凸顯的事前心態 那事後的這種強變 當然是凸顯出他傲慢的一個態度 所以前後來說都不可取 那再加上他現在是市長的身份 也當過行政院長 他還曾經當過藍營的總統 副總統搭配的人選 這麼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今天說出這種話 老實講是在令人匪夷所思 更何況老實講 對桃園市民剛選上 剛選給他的桃園市民 也非常的藐視不負責 今天市長是塞車出事 不知我在等你 我等你是要讓你保護四年 你是怎麼自己可以塞車出事 而且你之前幾點鐘 你還喝酒而已 所以說我是覺得張漢正 真的 他真的是要道歉 道歉的不只是他行為 他自己一個人開車 這種調度不靈的這種說法 這種行為也要跟市民道歉 好 那接下來談到國民黨 我們來看 因為張亞中說 他已經表態 他要選國民黨總統的 這個初選 那他要求除了辦初選制度 而且要公平公正公開 另外要辯論 大家相互辯論 另外就是要採取黨員投票 還有民調各五層比例的初選方式 決定總統候選人 那也就是說 這個今天人家用這個事情 去問侯友宜 侯友宜連說要說三遍 好好做事情 來 我們來看下 前國民黨總常委蕭敬田 遭週刊曝光 拿裝一萬元的牛皮紙袋 塞給里長候選人 涉嫌替林信兒行賄 不過從事情爆發至今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始終輕秒淡寫 你要尊重司法 只要司法有處理的話 我們也會有相對的黨紀 下午兩點 國民黨開考機會 預計討論政府議長跑票 跟九合一大選 包括徐耀昌在內所有違紀案 但獨缺蕭敬田案 今天會開會 但是那個議程會按照那個排出來的 我還沒看到上面 有沒有這個蕭敬田 要不要開閘蕭敬田 朱立倫選擇放一邊 但二人二是總統人選 藍營要初選還真招 恐怕很難冷處理 繼戰鬥籃趙孝剛後 深藍派張亞中也表態 交諸黨內提名 此家人更喊話初選民調 納入郭台銘跟柯文哲 我覺得如果 郭台銘董事長跟柯文哲市長 他們都有意願來參選的話 把他共同納入民調 然後最後我們推出一組 最強的人選 選擇納入郭台銘跟柯文哲 你怎麼看 我多次的強調 國民黨歡迎所有非綠陣營的朋友 國民黨大家團結一致 這過程當中 不要給任何人看到國民黨 有任何的自私自利 談到藍白河 朱立倫停頓兩秒 再強調團結 不過朱立倫近日動作頻頻 也被解讀有意參選總統 這口中的不要自私自利 是喊給別人聽 還是給自己的叮囑 引發聯想 詩琪為什麼一連說 說什麼好事 對 我也覺得他 如果他有心要選總統的話 而且他都已經開始碰觸兩岸問題 他難道不可以多發表一下意見 然後來樹立說 其實我也是夠格的 那所以我覺得侯友宜 他的策略有一些奇怪 然後今天有一些的評論 有一些媒體報導是說 他周圍的人是說 也不一定非要現在選不可 但是我覺得對於侯友宜來說 選仍然是他心裡面 最想做的事情 否則他不會 他不會這個好好做事情之外 還要在那邊講說 我們不可以當強國的棋子 但是他一定也知道 自己的限制在哪邊 譬如說 國民黨要尾牙 他又不肯去參加了 然後所以他跟黨 又那邊若籍若離 又想黏又不黏 那反而會對他要參選總統 這件事情會更不利 所以我覺得他一直 很游移一直很矛盾 他知道要這樣做 可是他又做不出來 然後又 可是心裡面那個想望 又還是在 所以就會陷入他現在有一點 我覺得他沒有一個軸心的感覺 他沒有一個戰略的目標 所以我要往這個目標衝 反而是猶疑不定 一下這樣 一下那樣 這應該有點糟糕 然後談到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還沒有講說 他一定會辦初選 那朱立倫說 按照媒體說 他農曆年後要親自訪問日本 我想請教郭委員 因為郭委員是亞東國會議員 友好協會的會長 其實我知道你跟日本的政界人士 也有非常多的往來 其實朱立倫他想要訪問日本 其實不是第一次 他去年八月的時候 就想要去訪問日本 但是後來也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沒有成形 有一種說法是說 日本好像找不到什麼樣的人 要見他這樣子 有一種說法是這樣子 後來乾脆就取消掉 因為那時候安倍剛走沒有太久 那二來的話 朱立倫他想要創造他自己的高度 他的戰略高度就是 親美 友日 和路 那和路的意思就是以前的 那個馬英九的講法和中 這套講法其實馬英九當初都用過 所以他創造一個高度 那問題來了 他選擇日本 可是他不是還有中國嗎 那中國為什麼是找夏立野去 夏立野不是去年八月才去而已 為什麼這次你要派他去 你堂堂一個黨主席 你不是要和路嗎 所謂的和中嗎 那為什麼不去呢 為什麼 因為共產黨不喜歡他 中共其實對他來說 是有所懷疑的嘛 所以說這種情況底下 他當然是選擇只有去日本 才能墊高他一個人的高度 然後以照目前為止 朱立倫他基本上 我個人對他的觀察 他是很想選 他在整個拿下14個縣市之後 又累積了兩勝 現在邁向第三勝的情況底下 再加上國民黨 總統的這個候選人 即便是從李登輝開始 除了李登輝之外 那個立法連戰三位 半山 對不對 接下來呢 又是誰 朱立倫 外省的 對不對 後來韓國瑜 像外省的 對啊 所以說他不但是談血統 又談論資排輩 他怎麼會讓侯友宜上來呢 對不對 他在心目中侯友宜宜宜宣 不然我幫你堅信 你今天有這個圍堂做 所以說基本上 我覺得朱立倫動作頻頻的 另外關鍵 還有看到是什麼 郭台銘 他想要找郭台銘回來 郭台銘他基本上 朱立倫想找郭台銘 對對對 有這種說法 要找郭台銘回來 他有行動 對 有行動 有行動 所以說朱立倫當中的 這一個組合 搞不好是朱郭配 或郭朱配 還輪不到侯友宜 所以說這種情況底下 我是覺得朱立倫 像是什麼 這叫賴中 對啦 我那個藥的 整個藥的 對 整個藥的 雖然他們在2015年的時候 開始第一次 所謂的這個黨內初選 黨內初選 誰贏了 洪秀柱贏 結果換掉 換柱 對不對 賴中什麼 朱立倫 那兩千年的時候 不是他當主席 吳敦英當主席 他輸 他還挑到第三名 抱歉不能換 所以這種情況底下 現在賴中 是什麼 就是朱立倫 所以朱立倫 我是覺得 老實講 他一定有在想 但是他要跟誰結合 他還在算 我覺得這個 這盤局 以照國民黨來說 內部的這個朱 趙 郭 還有包括這個侯 這個四人組合是怎麼樣組合 其實還很精采 後面還有個看 剛剛時期講到說 郭台銘 我們早有討論就是說 在南投的什麼公 發財金 本來這個是王金平跟郭台銘一起署名 那本來郭台銘怕算一包一包兩千塊 那有人跟他說 這樣後面沒人敢做 所以這個希望裡面都當紅包 但是最後變成200塊 那這個200塊就是一千萬 他出一千萬 說是兩千塊 他五萬包 就是一億了 那請教時期 你剛剛講說郭台銘 朱立倫有動作 據說朱立倫 就是有消息說 朱立倫已經跟郭台銘這個見過面 然後主題就是希望可以讓郭台銘回到國民黨 然後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對郭台銘來說 哇 那真是太好了 我說太好的意思是說 那我就可以無限制的叫牌了 因為如果我今天是郭台銘 我要回國民黨的話 我一定要拿東西換 你要有誘因我才要回去 那現在什麼東西對我有誘因呢 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 所以我要選總統 你要負責去擺平掉其他人 朱立倫你要給我承諾 你可以擺平得了這些什麼侯友宜 趙耀康這些人 以及你自己 我才有選總統的空間 那所以如果你談不到這種條件的話 請問我郭台銘是為什麼要回國民黨 對他來說一點好處都沒有 更何況外面也有人要找我啊 柯文哲一心一意他有門票 他一心一意想要跟我搭 所以我就可以跟你喊價嘛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種狀況底下呢 就是使得那個狀態會更為複雜 現在是郭台銘站在一個制高點上面 他時不時這邊發一下紅包 然後時不時在po個臉書 罵一下BNT 然後所以他就可以維持他的發聲的熱度 然後又可以看看你國民黨要拿什麼東西 是不是能夠拿總統候選人的這個門票來跟我交換 那郭台銘如果選總統 那朱立倫呢 對啊 所以朱立倫要先擺平自己 那朱立倫我覺得他也還是想選 如果他真的不要選的話 你跑去出訪日本啊 你去累積這些幹什麼呢 更何況 如果不選的話 他每次都是講說 我們要團結 要找出最強的人 找出最強的人 然後呢 要這個每個人都要無我 那你就先說你不要選吧 你如果真的無我的話 你就說對 我真的無我 所以我沒有要選 讓你們這些最強的人來選 我們來挑一個 是 你又不講 那侯友宜 所以你就是有我 侯友宜也夠強吧 他也想選吧 對對對 但是他現在就是卡關 我剛剛講就是他 有點猶疑不定 他也知道說國民黨也很難 這個萬眾一心的鋪紅地毯說 這個先生不出如蒼生河 可是他又很為難說 對我要參加初選 因為趙悠康也要初選 張亞中也要初選 他們都要初選的時候 我侯友宜怎麼出得來 這件事情我覺得 對侯友宜來說 還沒有想出一個解套的方案 好 這個國民黨的總統的這個初選 還有這個民進黨 其實關乎到台灣的未來 那看起來從國際的情勢來看 這個他們很擔心台灣的未來 都很緊張 那英國跟日本 為什麼會定一個 兩國之間軍事的 這個互相准入協定 德國為什麼現在要說 如果你敢打台灣 我就跟你斷絕所有的關係 等一下後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一見 時期有一個節目叫齊有此理 那他訪問了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黃崇燕 那黃崇燕公布了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這個是總統 總統沒有坐椅子 他蹲在地板上 那跟誰呢 跟國防部的副部長 跟國防部的發言人 在討論兵役恢復制度 恢復成一年 但是大家現在才知道 原來兵役恢復制度 總共改版改了五十六次 那這代表什麼 等一下回來我們去討論 來我們來看回席 要這樣的畫面真的沒見過 總統蔡英文就在官邸 蹲在地上跟幕僚開會討論 兵役結構調整的這個說題來說 我們前後大概修改了 應該有五十五十六個 當時唯一的目的 就是我們能夠 如何能夠在第一次 跟國民說明的時候 就讓大家覺得 這樣的改革是對的 五十六個版本 這比總統國慶文告改了還多回 原來蹲著的開會對象詮釋國防部官員 拍這張照片時 已經討論到第四十多個版本 而三立新聞早在去年底 兵役恢復疫情 記者會前一週就曾獨家披露 國防部縮帖被退了二十幾次 顯示總統對這議題的重視性 進行到了第二十幾版 二十幾版 對 那當然大家不斷的討論 那總統就告訴這個 與會的大家 特別告訴這些 求果罪他們 我們這些軍方的長官 告訴他們說 這個我國慶的講稿 改了五十幾版 所以意思只是告訴他說 現在我們到了一半了 我們已經走到一半 還可以再往前 解放軍對台不只文工 認知作戰 還有武嚇共機擾臺 國防部臉書最新梗圖 批評共機兔鷹 到處非惹人厭 東風沖天炮亂放惹人嫌 秦海鷗轉告習近平 文工武嚇壓不倒自由民主 只是令人氣餒的是 竟然有退役較像成為共諜 卻只遭到輕判緩刑 他們覺得說作為軍人背叛國家 那結果居然在被法院輕輕放過 他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 遏止共諜案修法是在必行 國軍不只強化戰力 也要小心敵軍的任職作戰 司機來請教 那總統討論這個兵役的恢復 為什麼要蹲地板上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開了很多次會 然後你看那個 開會椅子那邊有距離 然後如果是在另外一個餐桌 大餐桌會議桌上面的話 它是有隔板的 然後所以為了這個 這個近距離 然後一個字一個字要跟 國防部溝通 所以他們就乾脆在小桌子上面 有點枯在地上 然後你看總統的手是一個字一個字 他這個文字有糊化掉了 總之他就是一個字一個字 這樣盯著國防部修改 然後所以他這樣子改改改 然後這張照片 黃崇燕是講說 是改到第二十幾版的時候 然後國防部大概已經快要瘋掉了 就覺得天啊 這個總統是每一個字都在自貞俱佐 然後他們這個訓練的內容上面 也要加這個 然後去掉哪個 然後這個要整併哪些 就是總統給了非常多的意見 後來結果總統當然也知道說 國防部這樣子會不會壓力太大 所以他也就安慰他們說 我的元旦講稿是改了四五十次 所以我們現在到了二十幾次 元旦講稿也改了四五十次 對總統自己的講稿 所以他每次講稿 第一版寫完 然後所有的寫稿的幕僚就會 鬆了一口氣然後大家開始再努力 再戰第二回 然後要一直修 修 修到四五十個半 才會真正定稿 因為講到元旦的講稿 其實這個小英總統曾經在元旦講話說 願救對岸的疫情提供必要協助 而且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王必勝說已經兩度表達互助合作的意願 有待中方回應需求 結果中國的國台辦在昨天說 我們沒有收到相關訊息 方老師 怎麼總統已經都已經 誰是聽到了 怎麼會沒有收到 他就是裝傻嘛 他就是 說難聽就是不理你嘛 以毒 以毒未接 那你要臺灣已經釋放善意 你照理說 你說謝謝我們收到了 不過我們自己可以處理 至少這是一個態度吧 表達一個非常輕蔑 我連理都不想理你 以毒不回 陸委會晚上又說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 已經澄清說明 我們有傳送E-mail跟打電話 確認中國有收到了 如果有E-mail是不是有文字 然後打電話應該也會錄音吧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維元兄 這種東西可以講說我沒收到嗎 其實根本不用E-mail打電話 蔡英文總統的原案講稿 絕對是全球關注的 包含對岸一定非常關注 因為自爭俱阻嘛 很怕裡面有講到很多 關於國家意識的問題 所以換句話說你說這段話 透過原案講稿 原案講話把它放出去之後 你覺得老公會沒聽到 一定聽到嘛 根本不用寄E-mail 況且後續這指揮中心 還寄E-mail跟打電話 那當然你可以說是 兩岸的溝通管道的一個斷裂 也可以這樣講 但我覺得 哪有斷裂呢 我們有送E-mail給他啊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不管怎麼樣 對岸這樣子去講說 沒有接收到訊息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妥 今天是 不管是民進黨政府 而且民進黨政府背後代表 是台灣的民眾 願意釋放這樣的善意 在兩岸比較低當的時候 然後比較 對岸比較需要我們幫助的時候 我們提出這善意 這跟政治是無關係的 而且我們提出的這些 我們給的這些東西 上面也不會特別印任何這種 政治很挑釁的文字嘛 就是一個人道的立場 當這個對岸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提供人道的這樣一個支援 跟醫療這支援的時候 為什麼不接受 你為什麼不願意接受 你過去號稱兩岸一家親這樣子 何文哲跟對岸 這樣子一個說法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捐證的東西 你為什麼不好好欣然接受 所以我覺得 中國大陸這樣子一個操作 老共這樣操作 其實我覺得有夠不聰明的 他很惡劣吧 對像不是 他不是 他不要以為對著蔡英文講 或對民進黨政府講 就好像只對他們 其實背後還是代表 整個台灣的民意 他現在已經不跟你談那些了 沒有什麼談過去什麼 兩岸互動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幹嘛理你呢 我就是把你當作 你未來即將被我統一 臺灣有沒有可以有警察 可是國民黨不是要求 一直要求小英要對對方 釋放善意嗎 現在已經沒有 現在連朱一倫也不曉得 要跟他對方談什麼 你現在已經要談的是 未來統一之後 臺灣怎麼去規劃 他要有談的是一個直接 就是我要統一你了 所以他根本對於現在臺灣的政府也好 他根本是不屑一顧 就是習近平現在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就是他已經是一個非常的不理性的情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歐洲訪問 他現在跟英國首相蘇納克 在倫敦會面簽署了相互准入協定 未來雙方都可以在對方的領土部署武裝部隊 給大家報告 上次的英日雙方同盟是1902年 現在是2023年 百多年前 這樣百多年了吧 一百十一年前 為什麼因為中國 因為中國 所以這個英國的軍隊未來可以進駐日本 日本的軍隊可以進駐這個英國 但是我說起來 主要是英國可以進駐日本 這個事情才重要 那這裡有個日本專家 再來請教郭委員 來我們先來看VCR 簽署相互准入協定 英國日本軍事合作將更加緊密 這份協定將放寬兩國軍隊 未來在軍事合作上的限制 包括部署軍隊 英國成為繼澳洲後 第二個簽署的國家 更是全歐洲第一 日本首相岸田近期 一連串出訪行程 劍指中國 意味農 結束英國訪問 十三號還將飛往華府 與總統拜登見面 專家預估美日防衛合作 也將有所調整 而近期解放軍 不斷在我國周圍進行軍事演練 美國公佈兵推結果 現在又放出鷹派言論 會避免臺海開戰付出 踩痛代價 美國退役中將建議美方 把攻打中國列入選項之一 美國領軍日英澳加入 加強軍事合作 對中國祭出包圍戰 避免解放軍武力改變 台海指示 英國政府說 這個雙邊準度協定是英日雙方 繼一九零二年的英日同盟之後 近一個世紀以來 最重要的防務協議 來 請教一下這個郭文 為什麼要簽這個 一百二十年前的 這個英日同盟的情況底下 他們所針對的國家 是當初的俄國 因為當初日本都把俄國當成潛在 可能會侵略到日本利益線的 一個主要的國家 這也是為什麼日本會朝向大陸主義 去朝向大陸主義 然後邁向朝鮮那邊 去跟他佔領起來的 一個很重要的歷史背景 而這一次基本上 他是把中國設為一個假想敵 即便他在三文件當中 把中國認為是一種戰略挑戰的 一個對象 但是基本上剛開始的時候 他三文件的內容當中 所寫的中國其實是個威脅 但是因為自公盟 他跟公民黨聯合執政的情況 以下公民黨不想要 對中國這麼的尖銳 所以說改成所謂的 這一個挑戰的這一個對象 字眼上做一個改變 但是骨子裡 他們認為說 中國其實是一個威脅 如果中國不是威脅的話 他的西南租島 不會在三天前部署 一百三十座的這單壓庫 如果不是威脅的話 他不會從北海到以前 其實針對這個蘇聯的 這個部分的一個飛機的部署 都移過來西南租島為主 所以從這種情況底下 其實非常清楚 再加上他的這個國防預算 在五年之內 他要提升為這一個兩person 所以諸多的這種方式 還有包括他的武器 他要建構一個 可以反擊對方 這一個基地的 這個能力的一個武器 也就是說可以涉及到一千海裡的 這一個武器的這個飛彈系統的建構 所以整總體來看的話 中國就是日本現在的目標 所以他在之前 不只是他跟英國簽署這個協定 這個協定基本上某個程度 就是一個軍事同盟 而不只他跟英國簽 他連跟澳洲也這樣簽 跟澳洲也這樣簽 而不只是這樣子 他還打算跟義大利 來成為一個戰略的夥伴 他看起來是用G7的名義 去拜訪這些國家 今年五月要來廣島來這邊做客 大家好好聊一聊 其實最主要的方式 其實擴展整個 他在整個國外的聯盟 更何況這個同時當中 日本跟美國又在進行 這個所謂的二加二 林芳正這個外交部長 還有包括冰田大臣 就是他的國防部長 兩個人正在去跟美國在那邊對談 在對談 明天就換這個岸田文雄 要去跟拜登對談 這個整個對談的過程當中 主題看起來是太空議題 看起來是這個半導體的供應鏈 基本上背後的對象都是誰 就是中國 所以說不論是從經濟封鎖也好 或從軍事圍堵也好 所有的目標 日本現在最大的課題 就是針對中國 好 這個是德國現在執政黨 叫做社會民主黨 社會民主黨的共同領導人 叫克林拜爾 他今天接受德國時代週報的訪問 他說如果中國進犯臺灣 德國被迫像對待俄羅斯一樣 跟中國斷絕關係 請教一下任俊雄 我現在地國現在這麼壞 他今天接受德國時代週報的訪問 他說如果中國進犯臺灣 德國被迫像對待俄羅斯一樣 跟中國斷絕關係 來請教一下任俊雄 我現在地國現在這麼壞 現在看起來 因為德國在最近這一段時間 因為俄乌戰爭 其實他被批評的蠻兇 蠻嚴重的 也就是說他沒有針對烏克蘭 那個立場 在一開始的時候 做出一些比較明確的表態 所以在這段時間 很多人一直認為說 你德國在這所謂的國際和平 或者這個議題上面 應該要有一個明確 那我認為當然現在對於全世界各個國家來說 中國大陸的這整體的威脅是大的 那我認為他當然從不同的層面進來看 比如說中國大陸整體的經濟的狀況 還有過去他對於很多國家 不管你採用所謂的援助協助或是幫忙 看起來其實他從中間 拿到更大的政治的利益 這是許多的國家 在這一段時間開始陸陸續續檢討說 原先你去答應參加 他所謂的一帶一路 甚至去參加這個亞投王 其實你會發現 他其實沒有拿到任何一個國家的好處 任何一個國家沒有從這邊拿到好處 反而是中國拿到了 所以我覺得對於德國現在本身來講 你看像德國 法國 德國以前很依賴中國 還有 你像以前法國 英國 什麼時候我們看到他們的船隻 怎麼會跑到